小董真心話 各位朋友 今天天氣還不錯 上午有一點毛毛雨 現在太陽都出來了 接下來天氣會不錯 秋高氣爽 昨天前天都下大雨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其實這種天氣 你要是要旅遊要怎麼樣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 前天在金門看到 好多路客都來 就帶著小朋友 然後夫妻就來旅遊 也有看到某一些中年的 他們來 都是自己來這邊租車 然後自己看一看 好那可以看到 有人幫他 等於說 當然租車是有人幫他開的 那他們的 就是 駕照來這邊是不能用的 就像我們去那邊 我們要用的話 還要特別的去申請換照 那我看到那麼多人 我其實是蠻感動的 我老實講 因為現在要回金門 飛機票不好訂 都要很早訂 不像以前那麼好訂 那為什麼呢 因為人多嘛 那人多 很多人去小三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兩岸 我們政府雖然做了跟 大家相違背喔 其實有些情況 它是不一樣 以我當一個記者的觀察 我等一下來談更多的情況 給各位聽啊 但是今天上午 立法院 它有三個東西在協商 一個總預算嘛 總預算 昨日在講 哎呀這就像我到餐廳 我們幾個人要叫四盤菜 老闆會要我們訂五盤菜 怎麼可以這樣呢 那 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們要請消保官來 如果最不爽的話 老闆可以把我趕走 那你就請辭啊 他在暗示他在立法院碰到的情況 行政院就像 就像 要去吃飯的那個 可是行政院是一個奧客嘛 我們行政院是一個垃圾 雜種下山爛的院 就是這樣 你現在法律不遵守 你還講什麼呢 他現在 要你 要你編預算的是法律 他不是在審議算時候 他不是在審議算時候說 這個錢編太少 我要求加 他 民意代表沒有資格 在審議算時候要求加錢 可是民意代表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 編成法律 你政府要遵守法律 懂不懂 老百姓要遵守法律 你政府要遵守法律 那他已經編成法律了 你就要遵守 這個沒有怎麼打折扣的遺地 這是全世界的常識好不好 然後現在折龍太 你就強迫要我把 把預算把它提高 我們現在爭執在哪裡 原住民進法補償條例 我們現在一公頃 二十幾年來不改 我們一公頃 補償原住民三萬塊 因為他們不能到祖先的淚場 對不對 去砍樹去幹嘛 去檢樹枝不行 他們以前是靠這三年補類 或者在那邊划一些樹木來蓋房子 對 划樹來蓋房子 或者來划樹做一些工具 現在通常不行 那補償他們應該嘛 一公頃三萬塊 一連三萬塊 結果誰提案你知道嗎 民進黨的原住民立委 吳立華提案 你知道有誰連署嗎 吳思堯有連署 然後這個案子通過了 六萬塊 這麼多年來沒有漲 現在三萬改成六萬 合理啊 民進黨另外一個立委 陳瑩也同意啊 我們原住民總共有六個立委 三個國民黨 民進黨兩個 還有一個五黨的高金數媒 每個人通通同意 民進黨這兩個立委還打卡 哇 高速足人 我們已經爭取到六萬 結果現在刑客一樣不同意 各位朋友 所以這個違法 我告訴你 像卓榮泰這種臉皮的人 早早下台啦 我認識他也非常久啦 我跟他認識 三十六年以上 各位朋友 他們以前在議會 當小助理 我講喔 一個人臉皮要厚到這樣 要是我 我絕不幹了啦 你要看我很多 民進黨厚的 過去 小朋友的 我認識很多 你可以看到他們官A當A大 小董沒有 小董記者永遠是記者 以前陳水扁嗆我 我會嗆他 我說我來跑新聞喔 從洗水扁當市長 當到現在 換了你 我說我每一個立的 市長我都經過 這些市長都走路了 我還是記者啊 我也不怕你 你看陳水扁啊 最後被抓去關啊 是不是 不是 但大家 當然我們在跑新聞是很熟悉 我們是很認真在跑嘛 你現在看到這個 佐龍泰根本不適合幹 行政院長 他雖然 臉上笑一笑 可是 他什麼方案都沒有 都不推讓 你作為遵守我的 民進黨的不要臉 跟下三難 跟下流 跟畜生雜種在哪裡啊 民進黨認為說 都數要服從少數 各位懂了吧 立法院都數要服從少數 那你們過去八年 你們在都數的時候 你們有去尊重少數 有沒有 沒有你們不給少數的 國民黨講話 就表決通過 你們一講話起來 你 不是嗎 欸 怎麼那種嘴臉喔 那麼可證 那叫做下三難 我在 跑政治這個行業也過久了 我看過太多了 我都用來拿 拿來做對照做比較啦 對不對 然後今天 還有一個法案 他們要 大法官以後要改成怎樣 你在審的時候 你要三分之二的人到場 到場的人至少三分之二到場 到場的人至少三分之二同意 這個很合理啊 這個非常合理啊 他們說不合理 怎麼可以這樣 你知道大法官在審死刑的時候 要求怎麼樣 要求 我們一個人會被判死刑喔 一審二審三審 因為被判死刑一定是很重大的案子 所以都會有三個法官 叫做何一廷 小董常被告 我有時候單獨面對一個法官 有時候是三個法官 我就要講道理給他們聽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何一廷三個 你知道一個人被 會被判死刑 到了高院判他死刑 最高法院都會發回根審 所以你哪裡啊 因為他很慎重嘛 所以會跟一審跟二審跟二審 跟四審跟五審都有 沒有 一般來講 二三十個法官審這個案子 是判 是跑不掉的 因為他會跟審一次都三個三個嘛對不對 來個跟五審就十五個了 那加上 加上一審跟二審 各三個就二十一個了 各位很 這很平常你知道嗎 判死刑是很慎重的 那你至少二三十個法官 我們司法院 最近的大法官解釋 他們實際上要把它會死嘛 他說要每一個法官都同意 我們一個庭為什麼三個法官 最高法院要五個法官 為什麼要單數 因為如果我們意見不合 我們就表決啊 各位吧 各位你懂吧 要表決為什麼三 因為要二比一啊 比較容易 有答案 為什麼要五席 最高法院要五席 因為要是意見不合三比二啊 或四比一啊 對不對 他就是要造成一個這樣子 萬一大家意見不一樣 就是要表決嘛 表決 然後我們四比一的人 贏過了這個 所以我們做出這樣的判決 各位懂吧 然後不服的那個法官說 他可以寫不同意見書 給社會看說 我為什麼不同意 簡單講 大法官的設計也是這樣 大法官這次啊 對於死刑啊 他要求一個 要所有法官通通同意 每一審的每一個法官都同意 這個人非得判死刑不可 才可以判死刑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 他們自己編法力啊 大法官 你可以加前面加三個字 不要臉的大法官 畜生大法官 你盡量給他加 你這個是 你裡面 這個條文哪裡來 他自己加的啊 你大法官只是解釋憲法 你可以自己修法立法嗎 那是立法委員的事啊 現在的大法官 為什麼是畜生大法官就是這樣 他們自己立法啊 你憑什麼加這一條啊 他現在加入了 以後所有法官要判喔 你要看這一條 這一條應該立法院修法 才可以叫做立法 要不然大法官要改名叫什麼 立法委員兼大法官嗎 畜生不要臉到極點 下三難 這種大法官喔 人家覺得噁心啊 為首亦為 這種 要天諸地媚 結子結孫的 自己編法力啊 是不是 那現在 國民黨說 我們 依照立法院 我們來修改 讓大法官這個更慎重 大法官要做判決 的時候 要有三分之二道庭 道庭的人 要有三分之二同意才可以 怎麼可以這樣 你們大法官把人家改成 要前述同意 你們都沒有問過誰 立法委員 他有立法的權利 他要改成這樣 有而不可 結果今天啊 民進黨痛罵 國民黨都不體查民意啊 什麼什麼 你知道大法官 要把死刑廢除 弄成這樣的時候 他假裝說這是核線啊 可是 他們要把它廢除 裡面最堅決的那個人是 蔡英文提名的人 叫詹山森林啊 森林啊 哇 好漂亮的森林 這個當過台大法協院的院長 以前是律師啊 現在也有律師身份 他說我們大法官 為什麼要跟民意投協 民意有84的人 反對會主使用 我們為什麼要跟民意投協 各位朋友 他也是這次主張這樣的 大法官啊 啊他卸任啊 10月要卸任 10月你卸任 我請教一下 蔡英文 蔡英文這種垃圾總統喔 讓人家鄙視看不起啊 他就提名這種人 民進黨 台灣人民是最該譴責的 台灣人民是忘恩負義 恩將仇報的 一大堆垃圾人 你們每天在講你們反對死刑 反對會主死刑 你們就投給 支持會主死刑的民進黨 骯髒啊 台灣人民有夠骯髒 對不對 你講一套做一套 現在搞成這樣 沒辦法收拾啊 現在人家大法官嗆你啊 我們大法官為什麼要跟民意投協 然後民進黨今天去嗆國民黨啊 你們都不重視民意 民意都是你們講的算啊 你們要做這種 慘劫人緩的大法官決議的時候 你們說我們不需要跟民意投協啊 你們今天在立法院有臉 去嗆國民黨 說國民黨你都不在乎民意 好我給你看什麼是民意 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 他的負責人是游英龍啊 游英龍曾經跟卓榮泰 選過民進黨的主席啊 卓榮泰選民意黨主席是因為 蔡英文2018年敗選 持氣黨主席 可是總統雞雞當啊 那雖然游英龍輸了 但游英龍的民意 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 他可是一直有啊 那他們 今天上午 他們 有一個民調就出來了 他們這民調出來 他其實也很好笑 為什麼叫很好笑呢 因為游英龍啊 他說怎麼樣 他說你們現在 如果把藍營跟白營加在一塊的話 那是台灣的反對民意對不對 這個大家也沒有意見 這是台灣的 那現在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 獲得台灣人民多少人支持呢 31.1 哇好高喔 本來37啊 他下降 那國民黨有多少支持者呢 25.3 民眾黨呢 12.6 民眾黨加國民黨 合起來 大一 民進黨有6.8 那誰是代表台灣民意 誰代表台灣民意 大家看嘛 那這種投票喔 這種當然民調跟投票 又有些不一樣 投票才是真正的民調 對不對 百分之百的民調 各位朋友 民調怎麼樣 票投出來不是這樣 沒有錯 立法院最大的黨是國民黨 那國民黨的民調都輸民進黨啊 為什麼民進黨選票比較少 對啊 各位朋友懂了吧 我們民調只是一個民意調查 可能的怎麼樣 但是票投出來 那不叫可能啊 那叫百分之百啊 各位懂了吧 我今天這票投誰就是誰啊 就是誰就百分之百 我輾經結學 那民調呢 民調是怎麼樣 民調說 欸 國民黨支持率多少 民進黨多少 可是支持國民黨的人 未必會去投票啊 支持民進黨或民眾黨的人 欸 有些人也未必去投票 所以他會有很大的誤差 那這誤差出來跟投票結果不一樣 沒有錯 所以各位朋友 你要聽小董講新聞 這個才是真正的新聞啊 民進黨有民意嗎 他的今天的調查是31.1 賴清德的得票是40 當然民意調查不會通通告訴你 很多人說不想回答啊 我沒意見 會有這樣 但投票 投票大概很少沒有意見的對不對 投票你都會投誰嘛 不然你說欸 我通通不想投 那你就乾脆不去了嘛 那就是 也是一個民意的表現 所以投票率八成 有兩成的人 根本不想投票 我這些人我都不滿意 或者我太忙 或者怎麼樣 或者被民進黨做掉了 民進黨怎麼做掉 民進黨怎麼做掉 譬如說你在當兵 不給你回來投票 譬如說你在外黨 小董戶籍在外島 你買不到機票 對不對 所以金門的投票率有多少 40啊 40不是在笑死人嗎 金門人這麼熱愛中華民國 每個人拼命想投票 為什麼沒辦法投 因為他沒辦法買到機票啊 各位朋友 他沒辦法買到機票 老實講 大家都想回去投啊 金門我們在這邊 也有30萬以上的金門鄉親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為什麼不能投 他不能投 當然也不是說 每個人都一定要去投 他可能也不滿意啊 老實講 但是我周遭一堆朋友 誒 有沒有買到票 很多人買不到票 一片哀嚎 我不騙你啊 我們金門在這邊 李台的有非常多的人在這裡 那他的第二代第三代 他很多也是很優秀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當然第二代第三代 他沒有住在金門 他未必對金門的感情 會像我們這麼強勒 我是讀到金門高中 畢業才在台灣的嘛 我們那時候當地沒有大學 你一定要來這邊念書嘛 就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那你今天用這個 扣在民進黨身上 就知道 他的民意基礎其實是 是低的嘛 對不對 你今天看到他是低的啊 可是 他們為什麼 這麼囂張 走動態為什麼這麼囂張 你餐天的人趕快我走 你自己下台不是很好嗎 自己下台就很好啊 民進黨每天敲樓打鼓 笑死人你知道嗎 像蔡英文 蔡英文從歐洲回來 哇 要讓台灣看見 老實講我查了半天 可能我查了也不是那麼嚴謹 就是因為我也沒辦法到處查 我看了很多 歐洲跟美國的媒體 沒有人報導蔡英文去啊 但是我們這邊的媒體說 哇 蔡英文在那邊 讓台灣喔 被世界看到 那你如果去那邊 這麼重要的話 當地媒體總要報導吧 各位朋友 我的意思你懂吧 那人家才知道你蔡英文來吧 不然你蔡英文說 欸我去國會演講 哇怎麼樣怎麼樣 當地老百姓不知道啊 歐洲人不知道啊 各位你懂不懂 我們要讓人家知道 就是要媒體大事去報導 網路大事去報導 去討論 這個才有用嘛 你今天去一個地方 沒有用啊 沒有人知道啊 對不對 他說欸 你看 哇 我去捷克 比利時 法國 你看 法國的飛加肉有報導嗎 飛加肉這個報紙啊 歐洲 歐洲 歐洲重要的報紙 金融時報有報導嗎 我不知道 如果有報導 我們台灣的媒體會大肆報導 哇 金融時報今天報導 哇 蔡英文去那邊受到盛大歡迎 怎麼樣子 沒有啊 泰吾斯報 英國最重要的報紙泰吾斯報 最多銷量的太陽報 有報導嗎 沒有 那你是自己 回來講說 唉我都成功都怎麼樣 我進入人家國會 是啊 你進入人家國會 啊怎麼樣 有誰知道 沒有那個重要性吧 這個都是自己在敲樓打鼓 我們外交的挫敗 你看王丁宇出來講 哇 他是 哇 到那個都重要啦 你看哇 卸任就可以獲得這樣 我笑死人了 馬上九在哈喉大學演講 對不對 馬上九國慶的時候 在大學演講 國慶前 大家記得吧 哈喉大學 他是全世界重要的一些 教授學者在那邊聽馬上九演講 給他最高的掌聲鼓勵 因為馬上九的英文非常流利 又是哈喉的 蔡英文呢 蔡英文流利嗎 蔡英文英文很不好 英文真的很蔡啊 蔡英文剛上任的時候 美國派一個代表 來 帶團來 這個代表 層級不算高啦 貿易署的副署長 他叫賈斗德啊 各位朋友 賈就是西貝賈 斗了一斗花兩斗花了 我為什麼叫你Google亞烏 道德的德 蔡英文跟他講半天 他聽不太懂啊 你知道嗎 蔡英文說 只好跟他講 我用中文不能很好的表達 然後用英文跟他講 我用中文不能很好的表達 結果他賈斗德又聽不懂 我的朋友黃志賢啊 他很好笑 他寫了一篇文章 西路蔡英文 黃志賢在英國老道壽事 蔡英文自稱在英國老道博士 他的英文比黃志賢差了好幾倍啊 黃志賢說你這 我中文這裡不符合文法 英文這裡也不符合文法 蔡英文說我的 我是英國博士我有論文 他那個論文喔 我另外一個朋友 在政大教授 他叫嚴正生 嚴護慈母的誰 我在拼這個就是要你去Google亞烏搜尋 表示我講的東西是真的 有機可行 震呢 是地震的震 生命的震 嚴正生教授 他的學問是非常好的 他說他看了一篇文 因為他常在指導 博士生 壽士生嘛 他說他這樣看一遍 蔡英文裡面有 444個湊字 你一個寫給英國人看的論文 英國人那種英文是很挑剔的 蔡英文寫一個論文 他說這就是我的論文 嚴正生說你裡面有 444個湊字啊 蔡英文說我們那個年代 用打字機打字 沒有辦法像現在電腦一樣 會自我修正好好笑喔 你是博士論文 你還湊字連篇 然後一大堆 難怪你政大的深等論文 不敢給人家看啊 對不對 因為難看嘛 要把它封存30年 各位朋友 台灣外交成功嗎 南非政府要求 我們這邊的代表處 不能在首都趕出去 趕到愛安尼斯堡 不能到普勒多利亞 我們說我們要抵抗 你抵抗什麼 南非可是拿台灣很多錢啊 拿到一個公案 對不對 小董上個禮拜再講 這是很可笑的 錢拿了照樣把你趕走啊 當然這是有時代差距 李登輝時代拼命給錢 給南非錢 曼德拉照收 貪污總統曼德拉 每天講的自己都操手都好 哇全世界景仰啊怎麼樣 你怎麼可以收台灣的錢 而條件是我暫時不跟你斷交 中華民國我暫時不斷交 你給我錢 一千零 一千零五十萬的美金 哈哈 拿到自己的黨去用 真是不要臉啊 那其他的 其他的政黨為什麼沒有 你們這個就叫做貪污啊 骯髒啊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黨 可以收國外的錢你知道嗎 你說國外錢萬一你執政 你不是要出賣你的國家嗎 所以全世界都不准 哈哈 半德拉 拿了 李登輝給他 李登輝為什麼要給他 因為他編兩筆 他叫國安局先給他一筆 然後回來叫外交部要補編一轉 說國安局先幫你墊 結果外交部這個錢就到李登輝的台灣綜合研究院 這個就叫做拱案啊 各位朋友 你只要打拱固邦誼的拱 案子的案 你只要打拱案 你就知道小董講的東西多麼精確 多麼準確 那錢當然有人就誤啦 哈哈 各位朋友 真骯髒 董哥記得喝水 好 董哥要不要先講一下 今天有什麼行程 我今天上新聞 大八卦三點 好 那我們今天從宋秉龍開始 是 謝謝秉龍 秉龍給我支持跟鼓勵 謝謝非常感謝 然後 柯小姐 柯小姐來了 謝謝 柯小姐 好朋友 然後 吳趙怡 謝謝趙怡 趙怡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謝謝 三字幕 是 三字幕給我一個好玩的圖 然後送我一朵紅玫瑰 然後 我朱金剛 感謝金剛 金剛來了 謝謝給我大拇指 給我支持跟鼓勵 GinoGino 謝謝GinoGino 感謝 非常感謝 然後楊鋒 楊鋒到內 沒錯 楊鋒都用血音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台大在世界的排名 落後了二十幾名 大家都不要意外 他講這個 沒有錯 每天 排在台大前面的那些 中國大陸的學校 不升美級 香港的學校 非常多 然後台大一路退 每天自己在吹牛 好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疼起秀利 日本人來好友 他請我喝咖啡 謝謝疼起秀利 感謝馬的歌姬從越南來 謝謝 他說感謝 演算 帶我到真心話 沒有錯 大家可以看 大家都按讚 的確是 然後 謝謝董資深 非常感謝資深 給我們支持 是還有林子儀 謝謝 支持董哥 非常感謝 然後是小乖乖 謝謝小乖乖 是支持 可以抱貶大法官嗎 不行啊 我們準備回現場囉 小董真心話又來了 各位朋友 所以你要講 在台灣有時候 很多事情很奇怪 我們現在政府 聽了說 我們外交成功 蔡英文 從歐洲回來 我看了 歐洲也沒有媒體 暴找他去啊 你自己在暗爽啊 暗爽 說我回來了 真好笑啊 我說馬航九去哈喉大學演講 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學 全世界最強的霸錢美國 那麼多學者教授 聽他演講 我們外交部有做怎麼樣嗎 你是前總統 馬航九也是前總統 馬航九 馬航九已經在全世界走了多少遍了 到處去告訴全世界 我們中華民國 目前主要在台灣 我們做哪些事情 然後民進黨每天罵他 馬航九去中國大陸 告訴中國大陸 你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對不對 他帶了很多學生 大酒協堂的朋友 然後去跟那邊交流 他避免兩岸的衝突 這是應該做的啊 我們呢 我們民進黨政府跟對岸一直挑釁 告訴台灣的年輕人 我們要跟對岸對幹 是 那這個對幹你又不敢 川普說 川普啊 川普 川普當選機率很高喔 各位朋友 不要看他現在有點痴悲喔 因為這個人是有點 特殊人力的啦 他很會 他很會民粹去炒作 川普說 如果中國大陸 侵入台灣的話 我要課增他的 關稅 一百五到兩百 各位朋友 原來美國不出兵就算了 趁機跟中國大陸 課高關稅就好啊 各位朋友好不好笑 川普講的啊 他習近平很尊重我啊 但他如果侵入台灣 我課他一百五十的關稅到兩百 各位朋友 民進黨他在租腦袋 腦袋還不行啊 美國要幫你打仗嗎 現在台灣還有人在這樣 美國老百姓自己做民調百分之五十八 絕對不要介入台海戰爭 不能派部隊進去 不能派美國兵進去啊 各位聽懂了吧 美國沒有派去烏克蘭啊 美國也沒有派去加薩佐郎啊 沒有 都沒有啊 他為什麼要派來台灣 蛤 台灣給的錢比較多嗎 台灣長得比較帥嗎 沒有啊 各位朋友 已經很清楚了啦 賀錦麗說 如果中共換台 我們會加強台灣的自主能力 我們希望你能夠好好抵抗 我們給你一些武器吧 或怎麼樣 我們會加強你的那個 我們會訓練你怎麼打仗吧 所以 美國在幫台灣人信任軍隊啊 我也不覺得美國軍隊多厲害啦 美國佔領阿富汗二十年 還不是倉皇的跑掉 然後要上飛機之前還告訴阿富汗 不要趁我們在上機的時候 偷偷打我們啊 各位 這就拜真時候最骯髒的事啊 拜真時候不是我要撤啊 是川普我前一任川普 就已經決定要撤了 那好難看喔 很狼狽 倉皇走盾 美國不是很厲害嗎 美國軍隊不是特別的不得了嗎 怎麼連阿富汗都打不贏 各位朋友大家看到了吧 你不相信你就打美國撤出阿富汗 你去看那些新聞影片畫面 他們還不敢播啊 這是老百姓自己拍的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丟臉 不要把美國人的武力強化的都厲害了 美國人最不擅長就打長久戰 他的第一級可能很強 所以你要挺住 你只要挺住的話 美國人最後是夾著尾巴走 不用相信 美國在南海這邊跟中國大陸打絕對輸 必輸無遺 因為中國大陸這裡 整個陸地架出來的這些火箭 美國派什麼艦隊來都沒用 我不騙你啊 因為這個就是優勢嘛 我以一代勞的優勢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你要是中國大陸派很多艦隊 去美國那邊說我要攻打他 你也必敗無疑 因為他有他的優勢 小董講這個我都是很務實的在講 現在是美國要派一堆艦隊來這邊耀武揚威啊 耀武揚威 人家為什麼要打一顆飛彈 打到夏威夷的外海給你看 對不對 上萬公里的我都打得到 我不會打不到你 我不會打不到你關島 習近平週天去火箭金 去看東風26 這個5000公里的射程 是可以涵蓋你在這邊的很多基地啊 各位朋友 不要 你不要小看人家的能力 說他不會打每天消遣他或什麼 我不會看清別人的能力 我老實講 但是你自己有幾兩重 你要看看嘛 烏克蘭也是認為俄國人根本不會打他 因為別也會幫他撐腰嘛 結果俄國人先打了 打了以後你怎麼樣 你死人都人啊 雖然俄國也死不少人 但是誰的損害比較大 你當然是烏克蘭啊 你們現在整個國家的年輕人都打得差不多了 年輕人上戰場 不是打死的 你還有什麼年輕人 一個國家的希望當然在年輕人啊 中年人 中老年人會死 將來年輕人接不上 你怎麼辦 現在剩小嬰兒怎麼辦 中間就空存 空了30年你怎麼辦 你的國家你就沒競爭力了嘛 對不對 你靠年輕人不是靠他打仗耶 而是靠他們發揮創意 怎麼去做生意 怎麼去研究科學一個新的科技 怎麼樣怎麼樣 一定是這樣嘛 我們社會不應該就是這樣嗎 你到時候整個斷層不得了 各位想一想 小董講的東西有沒有道理 但是我在講啊 其實喔 我們一直在吹牛啊 我們外交都怎麼樣 那你怎麼被藍灰把你趕出來 然後會趕出來說我們要包他 要怎麼包他 我們喔 本來喔 台灣有很多英語教師 是我們政府請來的那個英語教 我們不給藍灰了 我們要給史瓦帝尼 史瓦帝尼是我們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國啊 史瓦帝尼不是民主國家 他是一個國王啊 這個國王小董剛好認識啊 他叫恩史瓦帝啊 因為他要娶小老婆的時候 每年娶一個 他有一點要娶的時候 我剛好在那裡 我們就受邀進去啦 他就很開心啦 齁齁齁齁齁齁齁 你說欸 這個人土王帝 一定沒受怎麼教育的 對不對 球長 不是耶 他在英國唸書耶 拿到協會 他爸爸把他送去英國唸書啊 他爸爸就是前面的國王阿 傳給他 各位朋友 你你都把人看扁啊 我們唯一的邦交國 史瓦帝尼 以前叫史瓦季蘭 那我在那邊 其實我覺得當地的老百姓很善良 我問當地我們的僑胞 僑胞說 哇 這地方真是非洲的瑞士 那我們龍跟隊 有人跟我講 我到65歲退休 我就不回去了 我要定基在這裡 這國家是很美的 我們現在說 叫史瓦帝尼 取代南輝 南輝怕泥嗎 奈及利亞2017年 就把台灣趕出去了 你不要在我首都 要不然我連你的代表處 我都把你撤銷 各位朋友 副總統陳建 陳建仁說我們要派他去APEC會議 結果地主國秘魯說不准 陳建仁為什麼不准 那不用講 可想而知嘛 對不對 陳建仁當人家不准 陳建仁大家 那 過去為什麼 肖萬長 副總統退休可以去 連戰副總統退休可以去 肖萬長 跟連戰有何忍耐 沒有什麼忍耐啊 因為忙很久請他們去啊 所以就可以去了 現在呢 現在 要請他去 是賴清德 人家不准啊 因為人家就不准你啊 各位簡單講就是怎麼樣 兩岸關係嘛 這個大家都清楚啊 所以他們現在想說 那我們找林信義 今天媒體登出來林信義的照片啊 說林信義可能代表 以前都找張宗謀嘛 蔡英文時代五六次都找張宗謀 然後兩三次都找宋楚怡嘛 就八年就這樣 那 大家看搞成這樣的時候 現在就想到林信義啊 林信義是中華汽車出來的 中華實在不行 就民進來講 不能有中華 對不對 因為吳康仁說 祝福謹秀中華 就說哎呀你賣台啊 結果吳康仁得獎了 各位朋友 吳康仁得獎了 金鐘四帝 他去年拿到金馬影帝啊 演技這麼好 又這麼年輕 年輕人的偶像 所以賴清德為什麼在中常會 批吳康仁 結果他批了吳康仁以後 金鐘獎照樣把金鐘四帝 因為電視嘛 所以我們叫四帝啊 電影叫影帝嘛 其實都是影帝啊 最佳影帝獎 那 頒給了吳康仁 各位朋友 吳康仁喜極而泣啊 我在網路上看到他 眼淚就掉下來了 他雖然沒到場 因為他到場會變成整個政治事件 有一堆人要去討話他 甚至 甚至 會去包圍他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就是這樣 獨派做什麼都可以啊 都不會受處分啊 獨派怎麼鬧都可以 去侵犯到別人都可以 在台灣就是這樣 因為民進黨執政嘛 我們獨派要對別人做任何動作都可以 在台灣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吳康仁選擇不回來 我非常贊同啊 你何必回來面對台灣這種民粹的社會 台灣是個忘恩呼義恩將仇報的社會 台灣人不值得對他好啦 你不值得對台灣人好 因為台灣人他不會感恩你 他將來會在你背後插刀 表示說我今天會成功沒有靠你 他們就是這種人啊 這種恩將仇報的事情比比皆是 根本不要去相信台灣人 台灣人不可信 台灣人怎麼可信啊 對台灣功勞最大的蔣介石被他們羞辱成怎樣 他們有出身嗎 各位想想看 沒有蔣介石帶領金門人去打 各位朋友還有四天啊 沒有蔣介石有台灣光復嗎 眼東金漆盟金的最高統帥就是蔣介石 對不對 所以台灣回到中國的懷抱 台灣回到中國懷抱民國34年 那時候中國只有一個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成立啊 各位想想看是不是 然後到了38年的10月25號 共軍一路打跟國民黨打 這四年來的內戰嘛 打到金門被金門守軍擊退了 這些守軍全部是外省人 他們跟當地的老百姓合作 擊退了共軍 同樣是10月25號 那一天我們今天稱作古靈頭大節 懂了吧 各位朋友 10月25號是什麼日子 台灣光復節也是古靈頭大節同一天 都有意義啊 福建省金門的老百姓 跟著外省軍隊 我們捍衛了金馬台澎啊 台灣今天能夠存在 不就是靠這一場戰役嗎 對不對 後來47年共軍不發動軍隊了 他那時候 古靈頭他是發動軍隊要來占領啊 他不發動軍隊他打炮彈了 各位 那就是823炮戰啊 各位想想看 小董講的歷史絕對是歷史 我不跟公共電視台 或者文化部那一批人 在那邊講假歷史創改歷史 我不幹這種事情的 大家看到了 很高興吧 吳康成拿到了 非常多的人就覺得很意外 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你們是用政治在看待啊 評審是用藝術在看待 他的演技好不好 你們討厭他是你的修養 你的人品你的人格有問題嘛 對不對 你覺得他怎麼可以去中國大陸賺錢 那五月天氣你為什麼不罵 五月天也氣啊 各位朋友 你們這些人就是雙重標準嘛 我們記得喝水 我們剛剛念到小乖乖 是謝謝小乖乖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母吼黑索 應該是 哈哈 賴王指使大法官 沒有錯啊 我跟你講大法官15個 多數啊 至少有13個14個 是民進黨養的狗 那大狗官啊 大法官就大狗官啊 垃圾下山岸無恥到 讓人家覺得痛心你知道嗎 他們不曉得什麼是施法 他們只施到效忠他的主子 去舔主子的腳趾頭 吃主子的拉出來的叉叉叉 這個就是大狗官的概念 我講 做那種毀一首似的 說 我也不叫重視民力 真好笑 金命力 金命力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謝謝 金命力 我們剛剛少念一個張梅華 是謝謝梅華 梅華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謝謝董哥要喝水 謝謝 非常感謝很多朋友 大家來支持我 那其實你有時候看 在台灣 10月 他照講是一個很好的慶典 前兩天一個記者讀著我 就是說 那現在25號要不要 你覺得要不要放下 我說當然該放啊 台灣公務局怎麼不放 我是沒有講古靈頭大 台灣公務局怎麼不放 對不對 台灣 台灣被日本人佔領了 我們 他是一個不同的族啊 他講的一樣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把他要回來 當然是靠了打仗 死那麼多人 但是他是值得祭奠的日子啊 齁 那大家可以自己來想想看 好我們要準備回現場囉 歡迎小董真心話 所以我剛剛講 吳剛仁得獎 很多人很興奮啊 楊錦華被提名八四 這次總賺得到了 那有生之年是 TUPS的一出戲啊 TUPS不以戲劇專長 你知道嗎 那這些年來 比較另屁蹊徑 因為國際拿戲劇的最大贏家 大概都是公視 公視為什麼可以拿最大贏家 因為公視花國家的錢啊 所以我說 大家不要監錢給公視啊 那他不用做任何考慮 他們就可以去養很多台獨的人啊 然後就每天台獨的人 每天就說我有滿滿台獨意識 本土意識 他們拍了很多戲 哪不出去啊 各位朋友 那哪不出去啊 他們做很多假的 用戲劇來代表是歷史啊 對不對 他們就在搞這個啊 聽還用聽還用 我在節目上講過啊 你看 是不是 看了就很憤怒 你怎麼可以去 把人家一個 中類的一個外交官 跟他太太 這麼堅爭的那個 把他創改 都創改 所以他變成一個 卑躬兮兮的那個 各位朋友 歷史是不能這樣改的 聽還用就是弄成這樣啊 所以我的好友 習中茂就很氣啊 習中茂都氣死了 然後現在準備要告他啊 你們怎麼可以創改歷史 習中茂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習中茂就是天安門事件的時候去採訪 被打了一槍啊 從脖子打進去 沒有死耶 各位一般人 你不死也癱瘓了吧 脖子最重要的大概就是 那一根脊椎吧 還好沒有打到啊 他是被子彈從脖子打進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真正的記者 一個真正記者啊 這個是生命 誰有這樣的那個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當這樣的一個創改歷史 拿國家的錢 你千萬不要兼錢給公司 我老實講 我們兼錢給他 他去做這些 文化部也拼命去資助他 什麼斯卡羅 那也是違反歷史概念的嘛 你完全自己去把歷史 把它創改以後還說我們是 尊重史實怎麼樣真好笑 民進黨知道這是有用的啦 但是沒關係 就是一個垃圾黨 下山爛黨他們做什麼 你根本就 心裡要有個底 你常聽小董節目 把它 把它傳給你們的朋友聽嘛 我講的東西都經得起考驗 我說你去Google也要收行 你從哪些字眼去 的確是 從來沒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小董你講那個東西是不對的 沒有 因為我講的東西都是事實 新聞是事實 歷史是事實嘛 那你今天看到了 好多人拿到獎了 我覺得林心如是大贏家 過去故意修理他 他們找一些評審 就是那種台獨一世 林心如過去拍的片 他那種是一種 真正的戲劇的藝術 那我們現在民進黨政府在強調是什麼 你要有本土要有台獨那個 因為他會給你錢 很多人就是為了這個錢 他們在罵說 那這人去大陸為了錢低頭 台灣這些下山爛的台獨邊際 戲劇 他們向民進黨的台獨意識低頭 不要臉 而且挖的就是我們 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對不對 這種畜生行徑他們來揚揚得意啊 可以從台獨政府裡面去撈錢啊 他撈錢才讓人看不起 我們台灣的藝人到各國 尤其到中國大陸去賺錢 了不起 我們賺他的錢啊 各位朋友 我們憑什麼賺他錢 優良的演技 好聽的歌聲 不是嗎 這個才了不起啊 你在島內 拼命賺自己的錢 你是什麼東西啊 有一家本土報紙 靠在台灣賣房子 土地建築都賺很多錢 你有什麼了不起啊 你有本事到海外去賺 把那個錢賺回台灣才了不起 各位我講這是真心話嘛 對不對 然後這種報紙還揚揚得意 自己最愛本土 你最愛在台灣身上 賺他的錢啊 剝削啊 各位這 就是讓人覺得看不起跟噁心啊 是不是 小總講這個大家都知道了吧 所以不要去聽那些每天講愛台 那些人都在台灣裡面 撈自己的人的錢 剝削自己人民的土地 就這樣 你最大的本事 就是我要到海外去賺錢 賺了以後 我繳稅給台灣啊 就是這樣 我們這些台商了不起 不管你去各國 或者中國大陸 我們這些演員也了不起 你敢踏出去嘛 你不在島內吸自己人的血 不是嗎 那你今天看到了 楊錦華也是八次才得到 他過去拍一部片叫1895 後來每次提名都沒有 提了八次 為什麼要講1895呢 因為1895 1894年就是甲午戰爭 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 1895這個故事喔 是一個很親民進黨 非常台的作家叫李喬啊 這個喬是大喬小喬的喬 各位 沒有人字旁啊 這個喬 李喬寫了一本小說 叫做情歸大帝 那這小說他是依照歷史真正來寫 那時候的李喬非常愛台灣 跟現在的那種李喬 可能有一些不一樣 以我所知啊 但是不管他啊 因為李喬還在啊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一個台灣能抗日的悲壯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真實的 這故事是真實的啊 台灣要割讓給日本 日本就派北川親王 他從澳底 從北部的澳底 新北市的澳底這樣上岸 那上岸當然從那邊過來的話 就到台北城 台北城這邊就有人幫他開城門 對不對 因為日本是派了軍隊進來嘛 他們是來接收的 就說這邊已經割讓給我們 他們到客家庄啊 苗栗新竹這邊開始 大西 就開始遭到很大的抵抗了 這抵抗客家的鄉親是非常壯烈的 那時候台灣的行儒唐景松 成立了台灣民主國 他們就服用民主國 那民主國就派客家的一個子弟 他們家很有錢 叫吳湯興啊 各位朋友可以上網 這是中類之士 我們牛肉湯的湯 口天如 復興的興 各位朋友 中類之人值得你佩服啊 吳湯興 就組織了一些民兵 就跟日本人對抗 那 大家到過 那個祖北 新埔 北埔那一代吧 知道京廣湖是一個古聖明基 明聖古基 京廣湖 廣東人的廣 福氣的湖對不對 那個建築真漂亮 京廣湖的少爺啊 他叫江少主 江子牙的江 介紹的少 祖先的祖啊 他馬上組織了一兵 加入 一起來抗日 北壯 我老實講 這種人才值得佩服 然後苗栗頭昏 有一個武秀才 他叫錫香啊 香是一個馬字旁 再一個香陽的香 雙人錫 他還組織了民兵 一起來加入 各位北壯 而且這是客家人的應景 然後跟日本人對抗 那當然因為日本 那武器不對等嘛 楊錫華演裡面一個角色 他演吳湯興的太太 他有勇有謀是怎麼樣 他叫黃賢妹 這是真有其人喔 真有其人不是假的 那他們自小就喜配給他 有一天他們載了一些糧食 結果被土匪給搶劫了 後來隔了很久 就是隔了幾個月以後 他們被送回來 因為這個土匪覺得說 這個女孩子不容易 很堅真 很黑白分明 那所有的香人都說 這個女孩子一定被強暴了 長得這麼漂亮 對不對大小姐 這土匪怎麼會放過你 可是吳湯興相信 他太太絕對 他這個月婚期絕對沒有了 把他起回家 這個叫黃賢妹的人 有勇有謀 而且有膽識 非常愛國 楊錫華演的 我為什麼特別講這故事 是順便講的 因為我要告訴你 國際台灣人 不是像現在民進黨這種 垃圾下山難 對不對 數點望主啊 每天把日本人當作 是他的祖國 他的祖先 下山難到不要臉 惡劣你知道嗎 民進黨是個畜生黨 我為什麼罵他罵得那麼順口 各位朋友 大家想想看 1895 我不曉得這位騙子 楊錫華是不是因為演了這個 這個奇女子 然後他 抗日 他 他先生最後怎麼死了 你知道嗎 死在八卦山 吳湯興死在八卦山 你知道 都悲壯了 你知道他們是用傳統武器 跟日本人對抗 雖死猶榮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 金廣胡 江少祖 他們家族是多麼壯內 各位 台灣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這個才應該去把它演成那個 而不是每天在 由我們文化部 民進黨當局在搞一些 創改歷史把日本人歌功頌德 然後那些抗日議事 為什麼民進黨要做這樣 因為那時候抗日那些人 被很多民進黨現在當前派的人 去出賣 去密告日本人被殺了 各位你知道林少貓是怎麼死的嗎 有一個姓蘇的 他的祖父去密告日本人 然後把他又殺 民進黨 他們最難堪的就是這一面 那他們現在每天死報的日本 這些帝國主義者 實在是下戲下景 我講這個就有 有時候真感慨啊 但是我覺得 我們其實自己就要站出來 挺這些人啊 有時候在看很多事情 小董 當然我罵得兇 我看得眼 但我講的東西 他是真的啊 那這個真的 你要把它攤在整個大歷史上看 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你可以看到賴清德 蔡英文李登輝這些人來 將來在歷史上他們都是小丑了 就是說這個沒什麼作為嘛 他對整個我們的民族尊嚴 有任何加分嗎 沒有 現在當然他當前了就覺得 好高興喔 對不對 三國有這麼多人 你會記得誰 你會記得劉阿朵嗎 他當皇帝耶 不會 你會記得光公啊 張輝啊 不是嗎 我們記得喝水 我們剩下一點點 剛剛念到 金蜜蜜 好 謝謝金蜜蜜 金蜜蜜 非常感謝 他給我們這隻小乖乖來了 謝謝小乖乖 台灣官戶 以前是有放假 現在 被除掉了 沒有錯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